那至于说徐晓鑫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啊大家这个 身体里面打过BNT的都欠 都欠郭台铭一个总统 这是什么样子的逻辑 那怎么不谢台积电 这怎么不谢慈忌 那所以他按照徐晓鑫的逻辑 所以应该是正言上人加上这个 张忠谋 张忠谋 然后再加上郭台铭 三个人挤一组吗 莫名其妙吧 正言上人当总统 郭董当副总统 张忠谋当行政院长 就很急 那谁要当那个行政院长 比较累呢 谁要当那个副总统 当副总统我觉得蛮不错 好啦就是很难瞧嘛 就是徐晓鑫那个根本就是歪理嘛 再加上说如果是郭台铭有意愿的话 因为郭台铭一直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释放出他仍然持续 有意愿这样子的态度 好就算他有意愿好了 他是为什么要又回到 国民党里面去给你 去跟你搅货 去跟你侯友宜 嘎来嘎去 然后跟朱立伦跟赵少康这边 嘎来嘎去 你们国民党当初怎么样子对郭台铭的 把他请回去荣誉党员之后 又把他给干掉了 那种种的这些恩恩怨怨 你要很快速的来处理 然后并且提振郭台铭 以国民党的身份来参选 我觉得现实的操作上面有一些困难 更何况侯友宜也想选 朱立伦也很想选 他是凭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么大好的位置 来让给这个郭台铭 更何况现在国民党夹着胜选的气势 再加上这些接下来的各种补选 如果国民党都赢了 对朱立伦来说 我是一个胜选党主席 我当然不可能放掉一个 这么多场连胜记录的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那对于侯友宜来说 如果王洪威赢了 那就证明说 绕跑算什么 他还没上任就已经跑了 我选上了我是有就职 然后我才跑 所以看起来侯友宜 略胜一筹 对略胜一筹 他的合理性更加巩固 所以在这种大家都想要的状况底下 我觉得还蛮难瞧出 泛蓝整合出一组适切的人选 再加上的确有柯文哲的因素 那柯文哲是吸到谁的票呢 他有没有吸到蓝票 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 但是他的确吸的比较多的是年轻的票 而年轻的票是以民进党为大宗 支持度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 有没有伤也有伤 所以你觉得他那个槟榔科 是不是要赶快转个项 我觉得他很难转 为什么很难转 这两者他怎么吸得到年轻人 这两者好像有点矛盾啊 因为他的路线 他的理想 他的价值 其实从2014开始就一直变来变去 他在不断的变的过程当中 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票年轻人支持他 这就是台湾玄妙的地方 真的很玄妙 必须要清清楚楚 蓝的要清楚 绿的要清楚 你白的也必须要清楚 但是因为柯文哲之前的转变 路线转变 态度转变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了 所以他就算想要撕掉他的槟榔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不会有扩张性 他能够说服的仍然是他原本小圈圈里面的那一些人 他完全没有长大的可能性 那没有长大的可能性 但是他仍然会有支持度啊 那对谁会有影响的 我其实觉得对于两边都有影响 而且柯文哲自己讲过一句话 他说不一定能胜选 可是我可以搞掉 搞掉 就是来捣乱的 对我就是来捣乱 我可以决定谁不要当选 所以他成为那个关键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来作乱的 那所以选总统能不能够 我们放任一个人来作乱 我觉得这是所有选民都要思考 如果你要选的是国家的前途 你为什么要放任一个人在那边搞乱呢 而且他讲不清楚啊 他到底是蓝的 是绿的 是墨绿的 是红的 是槟榔 通通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理念 你的路线 能不能够坚守一贯的这个价值 而且美国人知道你是一个不可信的对象 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太困难了啦 对于柯文哲来说 其实你还是回家啦 回家比较舒服一点啦 不要那么辛苦啦 但是因为其实选总统这件事情 除了你有门票之外 非常关键的 不要说什么抗中保台不是 因为美国 刚刚佩姐也提到 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 你如果两岸论述讲不清楚 又在美国人面前一直呛美国人 你进得去华府吗 你就跟韩国瑜当时 你就是进不去华府嘛 所以你必须 现在的没有两边讨好这件事情了 你要不就是抗中 要不就是站在美国那一边 如果现在的国际情势就是这样 就这样